中广论坛 欢迎来到中广论坛 今天礼拜一 我是郑春琪 呼呼 早上出门 不能讲说也无风雨也无情 但是本来以为是狂风暴雨 结果真的是微风细雨而已 但是刚刚我们听到新闻预报 显然台风到下午 应该还是会进来 不过今天北台湾这些大部分都赚了一天的台风价 那讲到这个台风价如何放 在台湾的政治人物来讲 这个考验是一门学问 这个危机也是个作秀老机会 那赖清德被称作赖神 就是2012年有一次天称台风来的时候 南台湾的每个县市都宣布放假 他说不他认为台风不会进来 结果给他料准了 所以他就觉得他很赖神 就但是后面另外几次台风 他就预测不准 就判断失误 也被人家骂惨了 我今天我有时候再想一想 我这个节目因为一个礼拜一次 虽然偶尔代班 但代班因为是不确定的 所以就几乎变成块周刊一样了 严格讲是时事评论 应该是针对最近昨天的 但我总觉得一个礼拜的这么多事情 所以我常常有点变成个周刊 有点像社论 而不是新闻报道 或者即时新闻的评论 所以比较像一周来 我们回顾一下这样 那我今天还是要从刚刚讲神志 开始谈起 那谈神说怪吗 那倒也不是 神不神是在谈政治判断 政治人物的政治判断 人民的政治判断 那这些当然其实非常非常重要了 判断对了 判断错了 输赢差很大 好 我们就从上个礼拜 民进党现在党主席叫卓龙泰 忽然间有一天就自己就对媒体讲了 他就像主要是赖清德了 虽然他嘴巴讲说双方当事人 哪双方呢 民进党初选的 那大概另外一方就是蔡英文了 干嘛呢 道歉 道什么歉呢 为什么道歉呢 哦 因为到了最近 刑事民党了 哪个刑事民党了 柯文哲很显然到目前为止 除非他去跟亲民党拿门票 但判断起来几率不大 所以呢 他不参选2020 总统大选 看起来是非常明确的 所以呢 当这个事实出现 卓龙泰就做了一个判断 他应该去跟 赖清德道歉 但我觉得这个是假的 但先说他这个道歉 那道歉什么呢 他说哎呀 我们民进党那个时候 在做党内初选的时候 过去 长年以来就是说 那一定是国民党嘛 主要对手是谁嘛 那就做民调 我们党内有三个 有两个要出来呢 那就跟对手那一个 做比较 那谁胜出 谁就代表民进党 但是今年情况特殊 都讲说会撒嘎都 三方角逐 特别是柯文哲当时啊 耀耀欲试 而且声望不错 所以民进党当时党内初选 就把柯文哲纳入 那就一个人比两个 那这个是过去没有的 结果呢 赖清德输了 川普赢了 那他当最近很清楚 郭台铭退选 那柯文哲也不可能参选 情况之下 他去跟赖清德道歉 说哎呀 我们当时做这个民调的时候啊 政治情势判断错误 那现在事实已经出来了 我非常对不起你 可是讲这话通吗 看起来哇 好像一副很负责任 可是大家回想一下 他们做党内初选的时候 事实的形式就是如此嘛 后面的变化谁晓得呢 可是他为什么这么矫情 去做一个好像 哇很负责任的 这不是很矫情吗 如果按照他这个逻辑 按照他的逻辑 我判断错误就应该 那我不客气讲 赖清德当时为什么会下来 赖清德当时有个政治判断啊 就是蔡英文文死的 蔡英文文输了 蔡英文在去年选举之后大败 民调几乎是跌到惨不忍睹 他如果代表郭军为总统 当然是很自然就 当然候选人 那赖清德认为说 如果让蔡英文出来 那今年一定输定了 所以呢 他才出来 那显然如果按照现在 柯文哲这个判断出来的时候 诶 周隆德去道歉 那我问 现在情势也出来了 什么情势 赖清德要参选的时候 蔡英文的民调低到谷底 现在不得了了 全部回升 而且大赢韩国瑜 他们当时就三个对象啊 那一个就是柯文哲 一个就是韩国瑜啊 韩国瑜那是如日中天 蔡英文根本不是对对手 所以不少的独派就认为说 不行不行 一定要推另外一个 更有实力的赖清德出来 所以你今天从事后回顾 后见知名 赖清德当时也是判断错误嘛 他认为说蔡英文稳输的 非我莫属 结果人家蔡英文不但稳住了 还回升 而且他现在把韩国瑜 几乎是唯一的对手 打趴在地上 所以我是觉得说 卓隆泰这个真是矫情 那隔两天啊 就看懂了 他不过是为了为蔡赖和在铺路嘛 说哎呀我们开始党内和解 那么前天 他们民进党的党庆 本来希望说 也许赖清德没有出现 那一神没出现 倒是另外一个阿扁出现了 那也蛮好玩的 这是另外一件事情 所以我是说 看起来好像很负责任 那这涉及到一个问题 是政治判断 当时大家也台湾社会就会说 哇那柯文哲 哈 那个那个那个 口水都流出来 对于总统大会的觊觎 他怎么能不选呢 这么好的机会 可是当他决定组民众党的时候 我在我们这个节目讲说 这个人聪明 高 他不 不愿意去冒这个险 他去这个事 但是这一局 又非缴获 非参与不行 所以呢 他就希望能够 跟郭台铭结合 自己隐身幕后 组了个党 我当时还佩服他了 所以也就是说 台湾大家都在做政治判断 特别是政治人物 政党 那加上各个媒体 加上名嘴都在做判断 大家是应该检讨这个东西 所以一样台风 台湾现在做了很多科学的侦测 气象预报了 基本上已经相当的准确 可是也是会有失误的 所以某种情况 我刚才要讲 耐神从预测台风 一举成名 哇 忽然间封了个耐神封号 城也台风 败也台风 但他后来 与 与意受损 也跟这个有关 好 那第二个就是说 今天卓龙他好像是一副 好像很负责任了 这根本是鬼话 但我们关心的是政治判断 政治判断 所以严格讲了 他去道歉是有点绞刑 在那个时候的情况 民进党做那样的政治判断 做那样一个民意调查的规矩 游戏规则 我认为赖清德没有话讲 有话讲他不要参与 赖清德真正有话讲的是 为什么蔡英文当时 一再的扭曲党内的规则 而卓龙他当时不敢当机立乱 被蔡英文挟着走 这才是赖清德不能够谅解的 我不晓卓龙他有没有面对这一点 说他们大家都认为是被蔡英文 那因为当时很不民主 硬拗 结果他用另外一个东西来道歉 真是假 但是呢 在外面又装的好方一副 他们很民主 大家不要忘记 民进党党内初选的时候 本来就要装的很民主 拿小的杀出一个强咬金 就是一个赖清德 结果把他们那个假民主破功了 蔡英文为了慎选 不择手段 难堪得要命 这个立立在目 大家都已经忘记了吗 所以我是说 你这个周龙泰 你真是把老百姓当蠢蛋 不过 台湾老百姓有时候 某种程度也是蛮蠢蛋的 我上个礼拜不是讲吗 郭台铭退选这件事情 其实影响非常非常大 严格讲是 到现在还是 其中杀伤力很大 就是把柯文哲的假面具 彻底的揭露了 柯文哲的那个神话 韩国瑜出来 韩国瑜旋风 就把他扫掉一半 郭台铭这次紧急刹车 在机转弯 我上次讲过 把他从车上摔了 滚到地上 惊慌失措 就演出了一幕 这是我今天要讲的 另外一个重点 就是他妈妈去拔杯 但是我也讲了一句 理论上 他平常还会故作镇静 好像很笃定 随时稍头 什么天下杀事 雨伞观金 挥一挥 不慌不忙 说他是什么 外科一生出生 大扫张症 生死关头的 使他看多了 所以我们是特别冷静 结果郭台铭这次 把他的龟脚 骨咖都锁出来 马脚落得一大糊涂 惊慌失措 对他是彻底大损 真面目露出来了 可是我也讲 台湾老百姓很健忘 隔两天 什么样的资讯 塞到你面前 柯文哲继续做秀 那个秀一做 大家又忘记了 这真是悲哀到的极点 不过现在已经 比以前好多了 现在是电子资讯社会 很多东西都可以存档 而且要掉资料 就掉资料 速度非常快 如果以前资本社会 或者是更早的农业社会 那京城 那个皇帝一个信息 传到乡下 那不知道搞不好 隔一年了 可是在这种情况之下 因为资讯 很容易被选择性的垄断 政治人物如果操弄 塑造话题 我们送到眼前的 这些资讯 是被选择过了 是被决定了 这就是政治人物 为什么敢有恃无恐 瞎搞乱搞 所以我是觉得听友应该是保持清醒 柯文哲绝不可信 资交绝对是独从一条 这个我再跟各位提醒 他最近已经开始了 前两天跟吴子佳 在南部那个能看吗 吴子佳这是个货色吗 我一谈 可能又要插到别的议题去了 我们还是先谈 我今天要谈的主题 从赖神 然后到能不能预测的神准 大家都说郭台铭会选 柯文哲会选 结果都预测失误 都说参英文输定了 结果现在难说 韩国瑜那不用讲了 我等一下会讲这一段 那我要讲的是什么 郭台铭退的 不参加联署的第二天 柯文哲的妈妈 这个叫柯妈妈了 跑到我们新竹城隍庙 大陆的朋友可能不是太知道 新竹城隍庙在台湾是赫赫有名 威灵显赫 那可是不能开玩笑了 基本上听说是非常灵验的 你不给他们瞎扯了 结果他们的妈妈 很焦急的到庙里面 因为这是个 他儿子到底要不要继续下去 没有郭台铭 那到底民众绑怎么办 他儿子的前途怎么办 柯文哲要不要参选总统 是他妈妈最关心的 到生命面前 就宝贝直交 给了三个圣杯 都是OK 结果那一天 他们冲到 中央选举委员会去 那不用重述了 柯文哲 5点31分 截止前 截止后的一分钟才到 所以他就过期了 他就没有参加了 他妈妈的期望落空了 那我就 我的问题是 听友如果你有在听我的广播啊 能够网络留言啊 我们来做一个好玩的互动 陈皇爷不是跟他妈妈讲吗 杀 连续三个都是圣杯啊 圣杯啊 不容易啊 这个几率不高了 所以就表示说 哇很笃定了 可是很清楚事实已经出来了 柯文哲几乎也不可能了 柯文哲不可能参加这一局了 那神又告诉他去 结果他又没去 那我的问题是 神错了吗 陈皇爷有错吗 还是他妈妈说谎 古代很多啊 要出兵之前 那个将军的拿个铜钱 结果一弄 如果我们正面 我们出征必输 必赢 反面出征不利 结果一弄 哇不得了啊 都是正面 结果后来听说是怎么样 造假 弄了一种铜钱 是两面都是正面的 可是用这个东西呢 制造神话 激励士气 这个啊 古籍有之啊 那我要问 柯文哲的妈妈 有没有可能说 没去拔杯 没有到城隍庙面前 或者到城隍庙面前啊 实际上不是三个 都是深杯 但他出来讲说 啥的都是新杯 然后就跟柯文哲讲说 青红牙啊 城隍爷跟你讲了 你一定要去 把把把把 所以柯文哲的动摇啊 才会在四府下午啊 大家争夺战 一派要去 一派不去 所以我的问题是 柯妈妈说的真话 还是说的谎话 看起来是老一辈的 还是比较诚信 至少妈妈好像一副 非常本土 本土台湾早期是 对信仰是蛮尊崇的 不敢乱来了 敢说谎吗 敢得罪神明吗 新竹城隍也不是开玩笑的 在民间信仰里面 所以我的第一个问题 他妈妈有没有说谎 第二个问题 如果他妈妈没有说谎 那天真的是三个神杯 那最后柯文哲 没有参加联署 总统选不成了 到目前为止 那是不是神明不准啊 城隍爷失灵了 我的第二个问题 是城隍爷失灵吗 请各位朋友啊 玩一玩 判断判断 那这个 争论节目讲这个干什么 我告诉你 政治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 太复杂 太纠结 厉害太深 资讯太多 难以判断的时候 你有时候 人力有限啊 不得不求诸神助 所以这个时候 你看算命塔罗 这一路也不是没有啊 郭台铭去算塔罗牌啊 什么什么 他是妈祖托闷 叫他出来 这个都不用再说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没有办法自己做主的时候 外在的力量到底怎么样 这个议题 事实上是影响 也介入了台湾的现实政治的判断 所以我们今天做一个当代的政治公民 很多人说 那个是民信 是 如果你认为那个是民信 可是你不信 别人信 而且客观上更重要是 他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在民间 在一些特定的人 所以他是一个有作用力的政治力量 那么做政治分析的时候 就是得面对 不管你信不信 所以这是我的立场 那我的第二个问题 陈王爷不准了吗 陈王爷错了 失灵了吗 那我跟朋友在聊天的时候 第三个问题就出来了 有一种解释他很有趣 说 陈王爷还是很厉害的 神还是比人厉害 神的权威 神的全知全能 或者是比我们更有知道的能力 判断未来 他没有受损 微信已然在 那怎么说呢 他说 陈王爷为了惩罚柯文哲 为了要让柯文哲 这个狡诈之徒 原形毕露 所以他妈妈来贪恋来求的时候 就跟他说 你儿子一定行 结果他 事与愿违 让柯文哲 因为过台面 上到这个侧队 摔了一个大跤 惊慌失措 丑态摆出 好好的教训一下 这么一个不老实的政治人物 借由他妈妈之手 这是第三节 词解通吗 所以神还是厉害的 神没有失信 神没有思维 他因为这样来教训 人品不好的人 你对这样的说法 你觉得怎么样呢 所以我是觉得 这个是非常有趣的 我用这个东西来跟听友 交换一下意见 好 当我们在讲这个的时候 其实啊 我真要问 这种政治人物 到目前为止 很多账都应该算了 这是说 包括 这个今年春节的时候 台湾都会到 怎么各大庙里面去 哇 这个国运签 南昆生 台南南昆生 这是非常有名的 结果今年呢 六十大陆朋友 不知道有没有抽签 台湾这个庙里面 那个签筒 八八六十四卦 六十支签筒 你要去拔杯 就说 这个事情 他先给你一个圣杯 OK了 说同意你问 你要问什么问题 你要讲得很明确 Yes No 你不能问的什么 含含糊糊的论说题 一定是是非题 那OK了 那你就去那边签筒 抽一支出来 比如说 第五十八号 那你再去 放到那边神桌面前 再来一次 再问神说 是不是这五十八这一支 如果不是 那你就得换回去 如果是 那就这一支了 那就是准了 再拿去 把那个签 签 这支签 对着签师 拿出那个 纸本的 解签 所以理论上 要让六十支 全部抽完 没有一支 神答应 这个几乎在概率上 不算是几万分之一 几十万分之一 所以大家都说不妙了 今年 神没有出国运签 打拿其他的地方 其他神 照出了 所以 这也产生另外一个问题 那有的妙有出 有的妙没出 有的妙说好 有的妙说不好 有的说大好 有的说大不好 有的说中平中极 各式各样 那到底哪个准呢 如果神的世界 都比人的世界行 这家庙那家庙都零 那为什么有的说A 有的说B 有的说C 那神的看判断 看法 也都不太一样 那这个世界 到底怎么看呢 如果他们正在措措落落 各自不一 好像很难一致 是不是表示 都不存在呢 那些全部是迷信 一切都是人为 都是人搞的 自己给自己 找了一个机制 那就是涉及到一个根本问题 我在这个节目也常常谈 这个无形的世界 你认为存不存在 存不存在是一件事情 有没有是一件事情 那当有跟没有 判准出来的时候 如果你倾向有的话 那再来问说 这个神啊 功力高不高 准不准 他威力 他的power大不大 大小病都能治 大小事都能测 还是说 有些东西他准了 有些能力大一点 他能力就不足了 他们是不是有位阶 所以呢 这个地方 就有能力高低的问题 那第三呢 有些正的 有些是邪的 这搞不好又正了 有些是邪的 那第四当然还有更高了 四三四一 某种程度是 人还是为主 神还是存在 人跟自然 跟天之间 还是要有个呼应 可是终究呢 你不能完全没有自己 他是让你参考的 终究恐怕回归自己 好吧 这个不同的层次 我不晓得听友 你在哪个层面 那讲这个干嘛呢 所以我要今天进到另外一个小主题 韩国瑜很有趣啊 所以刚刚我不晓得听友 有没有这个玩玩游戏 我等一下广告的时候会看一下 再重复一下 三个题目 柯文哲的妈妈有没有说谎 还是他没有说谎 第二个如果他没有说谎 为什么结果跟陈皇爷的下的千不一样 新主陈皇爷失灵了吗 还是没有失灵 第三个问题说他没有失灵 他就是好好的借机 愚弄一下你 好像他自己神的威信 别人以为有点受损 但是客观上 你还是被教训的 因为一般人不太敢去质疑神明的 如果你信神的话 反正不信了就不信 信的人会往这方面解释说 神还是教训坏人的 好 所以我一路就谈下来 那在谈什么呢 韩国瑜在高雄市的市政 咨询的时候 就有议员就问他 你为什么才刚当上高雄市长 马上就落跑 跑去参与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初选 甚至变成候选人 现在加入变成是国民党的代表 韩国瑜怎么回答 韩国瑜的回答蛮有趣的 他说我原来刚选上的时候 就是一心要拼经济 要把高雄的经济带上去 完全没有考虑到要选总统 可是哪晓得 他的名字被放进去 民调 怎么弄 怎么弄 每个民调都赢 大家不要忘记 今年年初的时候 真的是如日中天 所以韩国瑜就讲了一句话 他会变成今天这样 是天意 也是民意 呼呼 我先讲 因为我要进广告了 我颇有意见 天意也是民意 韩国瑜 没有你的意吗 没有我意吗 没有我欲吗 没有你那个大的不得了 比宇宙还要的 那个欲望 那个贪婪 那个想当总统 没有我意吗 推给民意 推给天意 可以这样子搞吗 光那个他得性 就让人恶心到极点了 要是用他的老策略 这个人为什么我瞧不起 我觉得他绝对不能当总统 什么责任都不负 推得一干二净 这种完全不敢承担的 只要好处 不敢面对坏处的 天底下哪有这种事情 政治本来就是非常复杂 要做厉害判断了 你就算判断对 都会得罪人都得扛 何况有时候 你判断错 就得承担后果 你不敢承担 然后遮盖 更重要是什么 他永远推给别人 连这么为了自己的利益 有人可以吗 掐着你脖子 这么大的事情 又不是说借五块钱 买个一碗牛抽 去吃碗牛肉面 还是吃吃阳春面 做这种政治判断 要不要选总统 要不要面对你刚选上的 高雄市的市场责任 这么大一个事情 你说天意跟民意 你呢 你自己一点责任都没有吗 你是怎么面对民意跟天意的 什么叫天意 你是怎么解读的 那个时候什么样的东西叫天意 你讲啊 那个时候什么叫做民意 你把这两个怎么解读 到最后你做决定的 你的韩国瑜的意义在哪里 你意义下面的意义在哪里 可以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 当议员这样子咨询他的时候 这样的政治人物 这样子玩弄 事实上是非常非常糟糕了 所以你难怪他民调一直跌一直跌 所以啦 听友我今天的前半段啊 从台风的漂浮不定很难预测 到政治人物的神预测 到政治人物面临不可知不确定的时候 到底要不要依赖神意 要不要假 还是假托神意出来 而当这个出现在大家面前不一样的时候 我们该怎么看 那像韩国瑜这样的言行 像郭台铭说马祖叫他出来 结果他现在这样子 马祖骗了他了吗 还是他自己当时不知道怎么 他那个梦是真的吗 他有没有说谎 如果没有说谎 郭台铭如何面对说 如果真的有一个马祖托梦叫他出来选总统 结果今天这样 还是他解释说 马祖还是对的 让我开始生命有个不一样的经历 而且虽然我现在没有直接选总统 你看我还是把格局升到 上升到参与国家大政 也等于是准总统 他也可以这样解释 对他的马祖依然信仰 还是说你骗了我 你当时叫我出来 我信心满满 我这么财大 这个世大 结果落空 总统没有办法选下去 所以神明骗了我 从此不信神 会吗 还是自己该如何面对 他党内初选输了之后 隐藏了两个月 静下来深思 有没有包括这一部分 所以听友 我不是在弹悬说怪 我再次讲一遍 这一部分的力量 在台湾的民间 包括再怎么强的人 有时候都面对不确定 需要依靠外力 该怎么面对这个 他是既存的一种政治力量 所谓的神意 各种各样 更不要讲算命的 你怎么看呢 进一段广告再回来 新闻事件这么多 政治人物口莫横飞 你需要拨开云雾 你需要更犀利的分析 中广论坛 每周一到五 上午十点钟 邀请明家 郑村琪 董志森 江明清 游淑慧 郝龙斌 陪您聊新闻 谈时事 最精彩的观点 最精准的分析 近在中广论坛 上午十点 重磅出奇 新闻事件这么多 政治人物口莫横飞 你需要拨开云雾 你需要更犀利的分析 中广论坛 每周一到五 傍晚五点钟 邀请李俊逸 王玉敏 钟嘉宾 陪您聊新闻 谈时事 最精彩的观点 最精准的分析 近在中广论坛 下午五点 准时收听 新闻网改版咯 重新出发 谢彦荣 七点钟 三十五分钟早报新闻 李雅园 十二点午餐新闻 黄立凤 十八点新闻院 还有十分钟早报 新闻早点名 理财APP 手机 桌机 收音机 锁定中广新闻网 新闻快又广 全球大事不漏网 我们不再是我们了 我们依旧是我们啊 我是中广主播李雅园 我是中广主播曾武清 七月十五中广新闻网 全新改版咯 想听新闻我们有 中广论坛 欢迎再回到中广论坛 今天大家参与很多 我来不及看完啊 有一位David Sam 大家认为说 他妈妈没有说谎 那么神也没有错 那当然有一位就比较说 哎呀 这个这个不信苍生 信鬼神 是的 态度当然是不应该这样 可是我刚刚已经讲了 他在现实 在台湾的政治现实里面 产生作用 所以也得面对 不是说一句说 不问苍生问鬼神 这样啊 因为有人就问鬼神啊 而且很多政治人物 就是问鬼神啊 而且他就站在那个位置 他就有时候依着鬼神 而做了决定 甚至大过你对他 我们民意 或者人民的各种各样子 你像吴敦义 台湾政坛都知道 你们大陆的朋友 可能不是那么了解 他很早就是被人家揭露出来 跑到香港 有个铁板神上跟他算 说他就是有总统命 所以你看他一路不放弃 到现在都有人讲说 他还是在想 这次从king 想做king到变成kingmaker 他想了几十年啊 那就是因为有铁板神上跟他算啊 你看看我们的王金平 你可以说台湾的这个程度很low 但是我是认为说 恐怕不要轻易的低估这一部分 除非你告诉我 你自己本身就是完全不相信 这些无形世界的存在 那当然是一种态度 但是你不相信他不存在 你真的对吗 你如何确信那些不存在的东西 搞不好是存在的 你如何那么确信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分野 所以我刚刚讲 我自己先怕把他搞婚了 我先讲一下我自己的态度 有关这一部分就是我刚刚最后讲的 第一个先判断有没有 有时候常在争论 我说你相信有没有了 没有的是另外一国 有的是一国 对不对 没有那大家来争论到底有没有 那如果大家都认为有 那有这里面在问说 我刚刚讲这个功力的高低 有的高有的低啊 你不要如果说有的很低 那你就说这个东西不灵 他是功力低 然后这里面有震有邪 有时候他弄了个 让人家做了很多坏事 那你唾弃这个东西可以 唾弃这个跟否定这个 这是两回事 他存在 他往负面发展 跟人共 人跟神共够 跟一些魔共够 做了一些坏事 但是他无形世界的存在 你不能因为你唾弃他 你就把他否定他的存在 然后当然还有更超越了 所以我是觉得说 我当然知道我这样搞啊 那可能有这种态度 不然我有另外一个是 Joyan的是Sophia 是说是人有说谎啊 哪一个不知道 你刚刚是讲的是郭台铭呢 他是柯文哲的妈妈 好 我们把这个人跟神的世界 讲完之后啊 还是会来讲这个人的世界 最近这个事举新闻实在是太多 不好意思还是讲讲台湾吧 你看像台湾这个 最近这几个政治人物啊 有时候让我头头痛 你知道这个啊 中国时报 你就知道他是挺韩国瑜的 韩国瑜几乎 台湾从来没有这么危险过 但是你知道吗 倒过来 同一个中国时报啊 这是刚刚那A3版 这是A2版 在讲什么 造谣亡国感 轮选票的提款机 讲民进党 他这两个不是有点矛盾吗 韩国瑜说 不得了了 他这几天讲说台湾真危险 真危险 很危险很危险 为什么 快亡国了 可是另外一边又说 民进党在制造亡国感 那台湾也很有趣了 有个东西叫果冻 大陆朋友还是跟你们解释一下 大陆有很多术语 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第八啦 什么我都是后来才学会的 台湾最新一个叫做果冻 原来是郭董 郭台铭是董事长 叫郭董 谐音就变成果冻 他现在等于把果冻 就把身 放在自己身上 变成是个标签 变成是个辩士 所以他变成是政治 术语中的一部分 那亡国感是什么意思 台湾有芒果 那芒果过剩的时候 会制成芒果干 所以那个亡国感跟芒果干 因跟制都有点像 所以有人就把亡国感 特别是民进党 最喜欢制造 台湾快被中共并吞了 快完蛋了 这种亡国感 然后打中共 来制造自己的危机 来制造国内危机 我常常讲 人们一危机的时候就盲目 那就往这个权力集中 朝有权力的集中 政治人们这个手法 所以这个叫做制造芒果干 好吧 这也是台湾搞出来的甚至术语 有时候这个两岸之间 也非常非常有趣 像这次讲那个沙喀都 三角都 我一看就很不舒服 怎么这个都呢 沙喀都 这个顶 都顶在一起 三角互相顶在一起 那用那个都 没办法 那大陆最有趣就是 后来发现说吐槽 这个在大陆也是非常非常普遍 这严格讲是闽南话 我不晓得在闽南地区本身 有没有产生这个 就像很多广东话 有音 然后本来没有字的 慢慢就弄出字来 很多闽南话 古语是有字的 你说去看那个闽南字典 都有 可是有时候 在生活中 这些新闻记者 也没有那么大的 深的文化素养 也没有那么多的美国时间 那么这台湾 在慢慢慢慢本土化之后 很多这种闽南话 就变成口语化 口语化之间 那有时候就变成新闻 记者一写的时候 找不到字 就自己编 吐槽 吐槽 就我的知识所及是这样 所以有个东西可能包在那里 里面是臭不可闻 那他可能不管是用个皮囊包着 或者一个纸袋包着 然后你拿一根针 或者什么东西把它戳 戳破了 把土 那个土是戳 然后那个臭气就饲养 就包不住了 就只包不住火 那这个臭气饲养了 那个真相毕露 可是吐槽 那等于是有怎么样 每人把自己包装的跟什么样 讲的天花乱坠 在那边欺 在那边懵 一吐下去 破功了 就吐槽怎么样 被人家奚落 被人家消遣 被人家戳破他的谎 被人家戳破 就是这个意思 把你的气球戳破 结果呢 弄出两个字叫吐槽 那个吐口水的吐 马槽的槽 哎呀 我每次看都很不舒服 可是也许就是鸡飞城市嘛 那久了就习惯了 重点是也流行道道路去了 大家在这边倒是两岸一家通了 不要讲一家通了 就一起通 这非常有趣 好 再讲这个两岸的这个有关亡国感 那就跟两岸有关了 韩国瑜 我还是要讲他 我认为上个礼拜台湾争论节目 才开始面对一个事情 大家都难以理解 稍微回顾这八九个月来 韩国瑜在一月份二月份的时候 如日中天 听友大家不要忘记 他那个时候的民调 都是四五十以上 蔡英文是二十几 他竞赢 赢得干净利落 二三十八赢蔡英文 那根本是没有悬念 他真的是秋风扫落 他还要征服宇宙 那个契吞三河 大家对他真的是盲目崇拜到的极点 认为是他不出耐苍生河 这是那种气氛 不管真假 民调出来就是这样 大家又相信民调 听说还做了好几个 蓝也做 绿也做 结果现在呢 郭台铭退选 并没有让韩国瑜的民调上升 三个人一起出来的时候 韩国有时候二 有时候三 基本上还维持一定程度 虽然跟年初比 已经下滑了不少 可是郭台铭退选 他本来以为会回升的 不投郭台铭的 难得因为团结了 没有分裂了 一票一集中了 可是事与尤尉 真实刚好相反 韩国瑜掉得更厉害 现在已经掉到三十以下了 那你看光他本身 从六七十掉到三十几 来回落差那么多 这已经是够恐怖 够可怕 够难以自信 所以大家都一下子说 这个就是像 真的是坐云霄飞车一样 喜上温暖 这不是随便在讲 好像讲的这个 变成口头船 真的是活生生在眼前 因为几乎上不太可能 那么神勇 那么光环 忽然间今天 像个落水狗 人人喊打 而且到处被奚落 真的是个每天制造笑柄 我觉得那个笑柄 也是宇宙级的 大得不得了 而且还不断出错 光这个 对台湾的很多老百姓来讲 一来这个现象本身就 难以理解 更重要是心理难以承受 什么叫心理难以承受呢 本来台湾的社会 对于民进党执政 对蔡英文已经是受不了了 就希望能够继续追及 趁胜追及 把他彻底吹枯拉朽 让他们明年大败 从去年的县市场选举 国民党赢了15个县市 民进党只剩六七个 整个这个版图颠倒过来 那他晓得 这个希望落空 民调跌成这样 更重要是 胜选的要把民进党 拖 这个拖下马来 让他下架 这个希望到目前为止 几乎有点渺茫 那种难受到那种难以接受 这个是现在很多人 很沉重的感觉 这还不打紧 另外一边是怎么样 蔡英文本来是二十几 输得一大糊涂 我在这个节目讲过多少次 不要低估他 我在召召战刑事 别人都一副开始奚落他 说没什么好讲 我说不要低估他 我对他有些观察 我很早就有些观察 绝对不能低估 结果他 他也是个颠倒 从数二十几 现在变成四十几 他忽然间自己上升的 二十几% 这也是大家都没有料到 所以我刚才在讲说 你看连卓龙他 他们都判断错误 当时多少人 连绿的都对他失去信心 认为他出来吻书了 就像蓝这边好像是 韩国瑜 真的是 闻南话斗定灵甘 从桌上拿一个举止 这样轻而易举 保证胜利 结果他又颠倒了 所以听友你看看 韩国瑜成六十几%的民调 到现在二十几% 三十% 输了三十 蔡英文那个时候输他二十 严格讲加起来是输五十 就现在倒过来了 蔡英文赢他二十 所以严格讲是什么样 来回差了七十% 来回差了七十%的民调 你说总共有那么多 我是说你看这个一身一降 一身一降 输的变赢的 赢的变大输 所以蔡英文现在变成要稳 好像一副你看他 现在谈笑风生 气定神贤 台湾老百姓很多是闷 看着就厌恶 受不了 可以用点拿他没办法 这边是怎么样 恨铁不成钢 就是不成气 而且每天还在那边瞎掰 所以为什么前个阶段 郭台铭会有这么大的一个魅力 而且他今天退选 很多人还是不愿意让 不愿意回头 不愿意弃韩去投 去郭去投韩 就因为韩国瑜让人家看不下去 他的作风包括韩粉 实在是 你看看那个民调跌成这样 还不面对 还在天天怪别人 还在想有什么招 所以台湾的这个选民之间 闷 苦 甚至恨 然后每天焦灼 本来想说郭台铭退选 形势明朗了 至少回到蓝绿对决 老戏马 结果好像 这个老戏马 没什么看头 到目前为止 但是选举真的是这样子吗 你看看 民进党为什么要去操作蔡赖配 应该讲 等一下再讲了赖清德 还要回去吗 可是你看他这几天那个样子 搞不好真的还要了 那说真的 那也不过合乎政客的一般规律 但我真的是想吐口水 那民进党为什么这个时候 蔡文已经赢了 赢了这个韩国瑜那么多 韩国瑜已经是 基本上是变成个笑柄了 大家真的是看到他都想吐 都想转台的时候 为什么还要再去搞蔡赖配 这个严格讲 两个根本心里都有疙瘩了 而且老百姓看起来不见得舒服了 显然是怎么样 他们想更稳 更有把握 更团结 效果是不是这样 我是不知道 但你跟他们这种政治动作的操作 显然呢 绿的也是对于稳赢 没有把握 希望能够稳上更稳 这就是台湾目前的情况 闷啊 所以我刚才讲 韩国瑜不知道他自己干了 造了多少的孽 让多少人本来已经放下心头一块石头 认为可以轻松一点了 可以看到一个变化 结果呢 他不但让变化不见了 而且还堕落和沉沦 而且还变成是 回到把越南那一丝光明 彻底的毁灭掉 他都不知道为什么老百姓这么痛恨他 进一段广告再回来 新闻事件这么多 政治人物口莫横飞 你需要拨开云雾 你需要更犀利的分析 中网论坛每周一到五 上午十点钟 邀请明家 郑村琪 董志森 江明清 游淑慧 郝龙斌 徐巧新 陪您聊新闻 谈时事 最精彩的观点 最精准的分析 近在中广论均 上午十点 中广论均 新闻事件这么多 政治人物口莫横飞 你需要拨开云雾 你需要更犀利的分析 中广论坛每周一到五 傍晚五点钟 邀请李俊逸 王玉敏 钟嘉宾 陪您聊新闻 谈时事 最精彩的观点 最精准的分析 近在中广论坛 下午五点准时收听 新闻网改版咯 重新出发 谢彦荣 七点钟 三十五分钟早报新闻 李雅园 十二点午餐新闻 黄立凤 十八点新闻院 还有十分钟早报 新闻早点名 理财APP 手机 桌机 收音机 锁定中广新闻网 新闻快又广 全球大事不漏网 我们不再是我们了 我们依旧是我们啊 我是中广主播李雅园 我是中广主播曾武清 七月十五 中广新闻网 全新改版咯 想听新闻 我们有 想听分析 我们当然也有 改变的事 内容会更多元 中广论坛 好 我是最后一段回到中国 我稍微瞄了一下留言 当然有人希望说 能不能打打绿的这个弊案 是 虽然绿基了很多弊案 不过听我的广播还是 我对于这种一时的输赢 胜负 真的我历经这么多也看多了 有时候选举的输赢 不见得等于胜负 什么意思呢 你选举可能赢了 可是你本来应该大胜了 就你小胜 严格讲是输了 可是在现实 比如说你还是赢了那个位置 不管是明代还是总统 你是赢了 可是你真的胜负 难说 那有些人本来是应该大输了 结果他小输 还是输 位置没拿到 第一名还没拿到 可是从胜败来讲 他未必是输的 当然更重要是得失 输了就得了吗 就失了吗 赢了就得吗 得失又是另外 政治有时候是看厉害得失的 一时的输赢 真的是不能够 台语我们这么多了 为什么还陷在里面 那我来回应一下 刚刚有几位了 有位宇宋 我猜你大家是我们台湾这边的 有个东西跟你对话一下 说中共文革破释 就内斗批斑八八死的一堆人 信神佛的都被斗死 现在十一十四亿人 没斗死的后代 当然都是无神论的 我可以很明确告诉你 不是这样 中国大陆现在 因为整个政治信仰 也相当的 有过破灭 有过动摇 然后整个更重要是 整个现代化 这个社会 你想想看他们 从一下子 这个几十年 一下跑到这个后资讯社会 台湾本身都经验过这个 人心惶惶啊 就算成功了 都不知道是为何成功 失败了 就不希望 就为什么这样 所以那个心里面 找不到着处 找不到落脚点 因为这样 所以宗教特别信仰 特别昌盛 基督教听说 在那边有一亿多人 虽然是政府 到处各种各样的 这个压制 他们形式上 还是宗教自由 信基督教的之多 那乡下各种各样的 大大小小 各种信仰 恢复的之快 那反而是正规的庙 你们那些和尚 可能都是职业的 不是每一个了 但是心灵的渴望 需要宗教信仰 非常非常强烈 绝对不是你这个论调 这点我敢跟你打泡票 所以我是觉得 你不要用这种论调 什么当然都是无神论者 都要对于理解中国大陆 恐怕是有点失真 有一位朋友 这个Jane 说骂人草包的 请问你算哪种货色 自己好好想想 我就算是草包 我也是草包 就算比韩国瑜还草包 让我告诉你 今天 是用什么样尺度 衡量一个人 你要当总统 就用指总统的尺度 衡量你 韩国瑜如果今天下来 他可能当个爸爸 绝对是个好爸爸 可能跟你跟我 跟其他人一样 甚至更好 但他今天如果当总统候选人 到目前为止 人家说他草包 本来是民进党骂了 他自己落实了这个 所以你别问我是不是草包 我再问 你对于韩国瑜做一个总统候选人 这样的表现 你真认为他OK吗 真及格吗 真的是不可以批评吗 那不用草包 那不用草包 要用个什么 你批评吗 如果你批评 请你用个字 如果你不批评 就是维护 然后对别人的批评 你就来阻止 就来打压 那就算了吧 韩国瑜的表现 你怎么看呢 所以接一言计 这一点我是觉得说 你倒是应该看看 那那个跟这个 有时雨宋之间 吵来吵去 我看就先不用再讨论了 尽鬼神而远之 是啊 这是孔子的说法 糟糕啊 甚没几秒 好 我这个礼拜应该是没有代班了 我们下个礼拜 礼拜一见 我先预告 不过我今天讲的 到底不可测的因素来说 人该怎么做判断 是我今天的主题 下礼拜见 以上评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节目内容 欢迎回到中广新闻网 YouTube频道收听收看